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即是你兩天後就好完 你說我正在 其實剛星期日索書號也是在家裏工作 也是要充斥時間 可以計算好一點 這些都是安全至上 現在就 反而未很習慣對方 即太多 像索書號也說過 現在太多時間上鏡頭 對著電腦鏡頭 就不太 開始有點距離感 所以今早就出了些禍 我自己走過一個網 不太記得一個網 然後搞和少了一個網 這個字協線 所以遲了少少開始 也是現場才會出現的問題 現在就叫做直播 最大的挑戰都是早起床 是的 即是要 即是要 即是 即是 即是有人經常都是 網上上Suma上課 即是那個時間 那個時間 隨著那個熟熟度 即是已經去到五分鐘之前才起床 然後才開始做東西 然後上Suma 最近有這麼多了 所以龐江自然會叫醒我 哦 是的 那些喝水的時間 是要 想看一兩個小時 就要去一次 是 這個也是坐定定的問題 是的 其實都關整個疫情事 即現在疫情慢慢 我也不知道是否叫放緩 還是怎樣 總之 現在就實際上 已經是和病毒共存 是的 即是實際上的意思就是 就是 就算政府不說 就算政府 其實波波波波 其實已經沒有清零這個 這個口號很久 是的 是的 但是 但怎樣也好 大家 共存的狀況就是 你都已經習慣了 有朋友 有朋友是中了 有朋友是在隔離自己的隔離 即是可以去到六度分隔的範圍 是的 是的 以前是 以前是 無論你覺得怎樣也好 中了也是一件事 但是 現在去到 咦 又中了 吃了止痛藥嗎 即是那個止痛藥不是我說的 那個止痛藥是 現在的隔離包都有的 還有一些蓮花解溫症 其實也有 Magazin 其實也是有少少少少少少少 Ọ 有少少少少少少 compress 疑惑呦突破了 如果你那個時候應該要過一個月是 你住的地方便會危風强險 哦 几乎跑不掉 是啊 有些怪聲 這個也是比較小心 但現在反過來 有趣的是 昨天一個月 人們防疫 你還是覺得這樣算了 他有他的看法 我現在還是很小心地防疫 還會帶到全身裝備出去防疫 現在都覺得 我會覺得很少 由始至終我不批評別人的做法 他們可能有他們擔憂 但現在都覺得 整個社會氣氛調轉了 這班很嚴謹的防疫的人 反而變成少數 之前是大多數的 不是說打不打針 而是說對防疫的嚴謹 又未必 都試過咳嗽聲打架 是啊 近來我覺得是好一點 我覺得是很嚴謹的防疫的人 你說咳嗽兩聲 小朋友隨口罩咳嗽 這些都會有 都會叫他 你小心點 旁邊的人都會叫他小心點 但是那個小心未去到 那個小心未去到 他一咳嗽我死了 這樣 未去到那個地步 這個情況其實大家會遇過 這個已經好一點 兩個口罩 說回疫情的狀況 剛剛昨天新增26908宗 裡面有12000核酸檢測 有14000是情報快速抗原測試 現在每天都有這些萬多個個案情報了 不情報的個案是應該更加多 又是怎樣看得出來 又是大家已經不會再上網 因為我會再上網 前兩三個星期大家都會上網 我中了然後某程度上想人關注 不是應該說我有了 有了 有了 應該會更加驚訝 現在沒有了 現在為習以為上 大家都知道 第五波的累計 就去到72萬 72萬宗 都一成人 香港一成人 公佈的死亡個案是286宗 累計是4066宗 這些死亡個案 主要是甚麼人事 大家都知道 例如這十天 明報有個表 這十天內 都有11個人不止 主要都是65歲以上人士 有三個另外 即是34歲、48歲和80歲 這些都是… 其實這樣說 即是當感染數字到差不多 這件事是反映日常死亡的人士 即是我現在都遇到一位朋友 家人是長期病患死了 死了再檢查的時候 才發現他有病毒 他都會直接計入是中Omicron死的人 然後我挺悲慘的 他挺悲慘的就是 因為他是所謂的死亡個案 所以他的屍體不可以隨便動 即是不可以火發不可以性 要去檢查 這件事都是… 現在你有親有死的時候 都是一個麻煩 因為以前就直接搞很多手續 他們最好先人過身 有一個很好的安排 現在就很麻煩 現在又要計算死亡個案 然後又要搞很多事情 所以本身親人死的感覺也不好 再加上這種情況下 是…我對家屬來說是不好的 即是這個小個人感受 現在最新的一些… 做了一些數字是比較有趣的 在這個情況下 各方面都會… 疫情再有些預計 到底會何時結束呢? 到底何時… 到底何時會結束了第五波呢? 雖然其實這個第五波 那個… 那個… 最大的衝擊就是大家 大家不再害怕了 即是之前一至四波 政府都… 政府都會… 有一個… 有一個… 我不知道叫… 恐懼營銷的恐懼政治 即是之前四波 都是有一個這樣的情況 但現在第五波 最大… 最唯一的恐懼就是… 就是… 陽性數字 以及強行擠出來的死亡數字 是的 那… 例如張竹君這樣就說 現在… 現在人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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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人流多了… 街上人流多了… 即… 就算是… 就算是… 疫情的數字沒有下降也好 因為街上疫情多了 可能會感染 是的 所以他… 所以應該… 張竹君就… 就預計是會… 會再反彈的 是的 應該… 應該都是… 政府的… 政府的想法 當然 當然張竹君是有… 是有一些… 是有一些… 所謂的數學模型去支持的 這個數學模型就是… 中大、港大分別做過一些… 估算 即是估算第五波是… 第五波是怎樣的… 是的 那… 它兩個說法是有些… 少少出入的 例如… 例如港大… 港大… 港大那個… 在三月一日的時候… 就估算… 這樣就… 估算… 應該… 一個星期之後… 即… 上個星期… 如果這樣算 上個星期就見頂了 中大… 中大… 就說三月中見頂了 其實都算是這樣的 因為頂… 如果我認知的… 那個頂就是三萬多宗這樣 那現在是回落一些的 港大说每天的感染人数是18万 中大说每天公布数字只是真正染疫人数的三成至四成 中大说是保守一点,三成至四成 三万人只不过是9万人 中大估算少一半 中大估算比较危言耸听的是什么呢? 我说危言耸听 因为它的数字是夸张 第五波死亡人数会去到9000人 因为港大估算数字是4600人 港大和中大估算是差不多的 因为刚才港大说死亡人数4000多人去到4月底 但中大估算是6月底 你知每个月都有人死亡人数 他估算每个月 香港死亡人数 死亡人数是多少 但这个模型的数字应该认为每个月有1-2000人死亡人数 因为它的统计数字 它不会说死亡人数是因为生风陪电 如果这件事是很难证明的 所以它的数字就是死亡人数 同时感染到有病毒在身上 当然这件事政府会拿出来说 第五波总共会死亡人数 大家都很害怕 所以这个也是明报的头版 明报的头线就是中大推算金波500万染疫 9000人死亡人数 其实中大说到6月 去到500万染疫 这件事已经在香港占大多数 我这个数字反而比较有趣的地方 就是中大预算香港大半的人都会染疫 但只有9000人死亡人数 这个数字代表什么 这个数字代表危险性是比感冒低 小过500分之一 五百多分之一 我当是六百分之一 即死亡率六百分之一 还要计算所有的那些长者 或者那些长期病患 其实主要都是这些 其实变成了 如果在香港就随便抽五百万人出来 那么你死亡一定 死亡都随时过万 所以这个数字 我觉得是 就是学者 是纯粹一个统计数字 但是这些统计数字的用途 大家都知道 就是令到疫情的恐惧感受更加出 9000人会不会有其中一个是我的 哎呀,我家里有老人家 哎呀,我很害怕 这样 这件事是会持续地出现 持续地由政府把口去继续 虽然现在大家已经麻木了 那个每日都记者会 当然记者会的功能就是令到大家恐惧 是的,但是慢慢地大家会麻木 就是我前段时间会看着林郑的嘴面 就是在看她怎样 估计她的政治风向 但是现在我已经懒得做这件事 因为那件事太密集和重复性太高 那 那 变了就是 现在真的是风土病 就是那个风土病的意思就是 你都预算了五百万人染疫 是的 然后政府又相信这些数字 就是政府拿这些数字出来 相信这些数字 他用这些数字来做一个 来做一个政策的调整 那 那就是政府相信会有五百万人染疫 就是等同风土病 是的 那这件事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政府如果他保持清零的话 他应该不会相信这些中大、港大做的研究 但是 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他没有说清零 所以说没有共存 但是都好像慢慢地听不到清零 是的 但是 但与此同时 他重点是放在九千人 但是没有放在五百万人 这个 我觉得 当然 当然 一向都是这样 一向都是拿一些数据 他应该用的 用 然后不应该用的 就放在一边 不提 但是 真是细心点想着 就是 似乎 似乎 政府 政府的政策 或者 那个政策是什么 就是他 拿这些数字出来做的政策 以及 他整体的防疫方向似乎是有些出入 是的 似乎 似乎 他都不知道 是 不知道应该是怎么做 是的 这个 不知道怎么做 就是 他 我觉得 估算不到 我觉得估算不到 未来真正的 疫情 或者国民情是什么 尤其 尤其我相信 他那个快速检测出来 接着 那个数字 那个数字 远超他们想象 那么多的时候 他们是 未有 即未有一个真正 真正完善的对策 是的 完善的对策指 又可以 叫做 数字上 导引到 又可以 又可以 叫做 叫做 跟中央的口径 可以某程度上一致 现在是 现在是有些进退失去的 是的 这个 我看到 由数字上 看到 现在的状况 是的 是 那 其实 疫情还有一些事情 是的 看看 看看 说不说 是的 那 因为 说多一点 另外 另外 也有一个 跟疫情相关的 事 就是 有75个 叫做援兵抵抗 这七十五个援兵 就是所谓的内地医护医护医人员 那僅专业的医护医人员 是 因为 因为 这七十五人 来香港 援助香港 这七十五人是什么呢 就是叫做一线骨缸的 是 一线骨缸 大部份有参与过广东、湖北、甚至曾经直接援助武汉的一些人士 这是新闻社的 熟练粤语语和英语,这是他们75人的主要买点 懂得说粤语和英语 应该跟本地医药人员沟通 这75人有36名医生和39名医护士 75人帮到多少呢?我真的不知道 但任何事,林郑都大力地感谢这75人来到香港最前线 我估计是全中国数字上感染最多的地方 现在本身大陆都在outbreak的状态中 是呀是呀 深圳现在想封城 想着已经封了 应该封了 深圳的情况就是 真是有趣的 在微信上有些深圳人士在吵香港人 血浓于水 虽然在香港某程度上,数字上好像是驼须家 有人又奉劝深圳罵香港人士 你们又不要分裂 因为分裂、罵同胞 我不知道会否会违反国安法 深圳的同胞 你们就稍安无措 你一向都是相信政府的威能 你们就不要签纳到自己的香港同胞身上 深圳就封城七日 林郑第一件事是怎样呢? 林郑就是说 获保香港的物资稳定 因为深圳封城第一件事 香港人就害怕 那野食物就没得下来 那香港又有问题 我们又要抢货 又要去抢盐、抢米、抢公仔面 暂时就没有了 林郑有消息 公港应该都暂时可以的 香港就没有事 但深圳封城反而有事 这个理所当然,封城七日 封城七日 我都去买粮 我都去抢粮 七日不让我出街 我都去抢粮 这个跟供应无关 这个从事是政策上的问题 至少每人都应该有 十四个金床 每年 这样就可以安然到过这七日 深圳的同胞就加油 我会像武汉 去当年武汉封城 在窗口和你们说加油 算是你们听不到 两地的交流就是这样 刚才那七十五人是首批的 另外也有三百人 在这一星期之内来香港 这一批人其实会做什么呢 其实会尽力去融入香港团队 这个辛苦 辛苦香港团队 在某程度上 因为这个都没有试过 之前很多大陆的人 来香港 然后要重新升级文化 但是重新升级文化 其实也不是很直接说质素 什么质素 而是两地的文化不同 医疗文化不同 大家知道 但是会不会有时间 给他们适应呢 没有 现在一来就打仗 打仗是政府的用语 就是打仗的意思是因为人手不够 有做罗坑行识 过去两个多三个星期以来 在欧亚大陆两边的各自 都有一场厚勤補给灾难 是的 这个比喻 很难 很难 不 就是自比和那边的打仗 根本是一个平衡 可以用来平衡剪接处理 是的 但是这一批候群 只不过是一个有用热兵器 另一个没有 他们应该懒 懒兵器 都是刀 那些医疗用品 是的 当然另一个难处 就是这一班 这一班一来到 已经是专家 他们说是有些 领队的就是中大 中山大不是中大 都是中大 中山大学 这个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医务科长 是一班大陆的专业人士 甚至他说 专专挑选这75人是精兵强将 就会尽快可以 可以去到前线指挥部 去融入香港团队 就是 是的 某程度上 这一班人 就会自己成为 一个新的 可能自己成为 一个新的组 是的 是的 然后 我期望他们 因为我这个看不到 他们是 一个编制 对不对 大家期望他们自己成为一个新的组 因为如果他们是 空降下来 就指挥香港的防疫 一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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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 我又不是说 他们是 质素 质素问题 而是任何 任何这些空降 空降下来的时候 你要空降一个灾区 医疗的灾区 那一定是灾难 是的 那 再是 这75人 或者 未来这375人 是 会是怎么样 是的 他们会不会真的帮到 还是会有 有趣的 所谓的 我不说 不应该是医疗事故 医疗事故 医疗事故 就是医疗体制里面的 的冲突 如何整合 是的 会不会有 底履其实 就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 这个其实是一个 整治香港原有 这个英联邦 医疗卡得尔 体系的 一个黄金机会 哇 要整 要改变香港医疗体制 是 以前就是 只是考英联邦 计划才 就是 不 其实是考本地 本地的医学院 才可以做医生 如果你在海外 即使是英联邦 体系都要过很多难关 嗯 那些考题是 特意出得很难 特意有意刁难 即是你可能在美国 是一个名医 你都未必可以通过 嗯 但这个卡特尔的体系 可能会受到冲击 现在就是 空缸 这个空缸 其实是 这个空缸 或是以后再极端一点 可能是北大清华 才是核心 都不奇怪 我回来想看中医方面 会不会得到新的地位 是的 但是这班人就是 商劫要努力 商劫努力 是的 之前政府不是说过 在危急的时间 就不可以理那么多 以后可以用浪堂去 去那些亡文文哲 是的 这个也是香港未来的大小 是的 莲花青 应该都是 开始有它的医疗地位 昨天 还是前天 明报 有个头版说 有肯病或肯病 有肯病或肯病 其实是莲花青的 有害 开始他都放风 说你不要当这个 就是万灵解药 我妈妈看的 就说是是是 又不可以相信这种药 但是 现在确诊 他们收到医管局派的 是有莲花青 再加上泊乙食肝 然后没有说怎么用 是的 就是土制鸡 鸡尾酒疗法 是的 住中西 你通常有常识的人 都会知道 中药和西药 不要一起看 看完一个再一个 但是他整个医疗给你 就是你怎么样 是 是每日 每日 每日四个 就是很正常的吃法 就是每日四个 每日隔四个小时 然后整堆药一起吃 这个大家 大家都会这样做 但是 他没有指引去说 应该怎么吃的 没有办法 所以 所以连食药都是 就是 就是 香港人未来用药的指引 其实都 可能他会大陆化 是 我不清楚 是的 未来 就是 这件事 我一有趣 就是他会改变未来医疗体制 是的 这75人来到香港之后 如果他领导香港之后 会不会不肯走呢 香港人都不差 是的 他们会不会继续在香港 永远地支援香港 永远地 然后香港政府又用高昂的薪金支援他们 这个是牵涉到整个世界宏观经济的前景 是的 是的 就是 我的水晶球体都不太清楚 但是 可能会给你一个好一点的答案 是的 就是 最坏的状况 香港是布阿根廷口陈 哦 都挺坏 我曾经都说过 更加坏是变了维莱瑞拉 嗯 也讽刺维莱瑞拉 是仕途向美国伸出橄榄枝 现在的世界大小 所以 真的有趣 是的 差不多了 我们再观望一下 那个医疗的中港合作是怎么样 是的 是的 那我们停一停 稍后回来 看完节目 记得like comment 和share我们的channel 收看最强频道 订阅《易血时报》